哈嚕! 大家好! 我是ユーニース。 今天呢,要來做一款底妝的實測。 那這一款底妝實測是之前剛好有訂閱者在下面敲碗,說可不可以做這一款底妝實測。 因為它在猶豫。 其實我收到最多的問題就是,大家在問我YSL的蕾絲氣墊跟Jojo Armani 他們家的氣墊, 还有最新的话就是这一款 其实这个品牌呢我并没有接触过 也没有用过他们家的粉底 可是我上一次去北京的时候刚好遇到朋友 然后我就发现我朋友的底妆超透 然后我就问他说 诶你皮肤怎么那么好 你是不是就是素颜这样子 他就说没有啊我有化妆 可是他底妆真的非常非常的薄透 我就问他然后他就告诉我说 他是用了这个品牌 所以后来让我对这个品牌的底妆一直很感兴趣 那刚好今年他们在秋冬的时候 就推出了气垫粉底 后来我就把他们家这个品牌的粉底呢 就当做我的一个购入清单之一 然后一直想说有机会要去买这样子 那今天我要做的底妆实测就是这个 娇兰他们家的最新出的触控气垫粉底 那我原本呢是想说 因为我11月中要出国 那我有上网在机场的Duty Free上面看 那个网站上面是 他这个售价大概是1690吧 好像1600、1700之间 那那时候我就觉得说 诶好像跟柜上比起来 算是相对划算 因为专柜的售价是2050 可是因为刚好我有在中友买一些东西 所以我就有一些礼券 就有可以折底的点数啊礼券什么的 所以后来我其实是用 刚好在他们周年党期的最后一天 他们是正品就是打九折 所以就是2050打九折 然后再扣掉好像我里面有600块的礼券吧 因为那个礼券到10月底就不能再用了 就到期了 所以我那时候就扣掉 所以我大概是用1400、1500的价钱 购入了这一个气垫 我觉得诶好像相比之下比较划算 而且我当时也没有要买其他的东西 我就觉得先折底掉 不然如果过期没有使用到也很可惜 这一款气垫呢 它的外盒就是长这样 黑色的外盒 然后金色紫的包装 我觉得还蛮简单的 那它的全名是叫做青螺感触控气垫粉底 然后它有四个色号 一开始我靠贵的时候贵姐是拿01号色 就等于是第二白的颜色 它试在手上我觉得很自然 然后很贴合我的肤色 所以我本来是想要选01号色 但后来我有坐下来试妆 所以我就问她说 诶那如果我用最白的色号会不会太白 那她就帮我试在脸上 当时我觉得很OK 所以后来我就是选了最白的色号是00色 因为她色号选择本来就比较少 只有四个 所以会建议大家如果是想要购买这一款气垫的话 还是靠柜去试一下颜色会比较好 那它打开就是一个黑色的 因为我刚刚已经先拍first impression的部分 它其实这一款很沾指纹 然后中间就有一个他们胶蓝的logo 我觉得整体感觉我还蛮喜欢的啦 虽然它是比较塑胶感一点的 那这一款它的气垫粉底呢 它是有SPF20 其他的一些细节部分还有介绍啊 上妆的感觉 在等一下first impression的影片当中 大家应该会看得比较清楚 所以我这边就不多做介绍 那我想要跟大家讲一下 因为我怕之后大家会问 我的影弦镜今天带的跟之前比较不一样 因为我之前大部分都是带那个 海昌的日袍然后星积系列的 我大部分我是会带三种 就是星积灰粉星 但是很多时候妆容分享的时候 比较常被问的应该都是灰色 那我今天带的不一样 我今天带的是这一个 韩国GU它们的日袍 它有三个不同的色系 那我这一个色系是叫做Yellow Brown 这一个我觉得它戴起来舒适度蛮高的 我之前也带过 只是因为它的单价比较贵 一盒好像就400块左右吧 所以我不常买 那今天刚好带了这一盒 我想说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先跟大家讲一下 然后眼妆的部分呢 我通常没有什么特别想画 或者是没有心买什么眼妆 我就不会换 一样是用Excel的SR05 就是那个四色眼影盘 然后今天比较值得介绍的部分 可能就是我最近入手的两支 Chanel的唇彩 那一支是它们之前一直缺货的那个 超炫耀丝绒唇露的140 这个颜色就是140 一个很漂亮的 算是玫瑰螺粉色吧 然后我是先把它当打底色来用 然后再上一个它们家 这个应该是之前就有的 一个系列叫做水晶糖光透唇釉 但是它们有出一个圣诞 现在很多品牌都开始在出 那个圣诞节彩妆 如果你们是什么品牌的会员啊 应该都会很常接到那个 贵姐的电话说 欸最近我们有出什么圣诞节彩妆啊 你有没有兴趣要不要过来看 真的一进去就是烧钱 好 然后这一个是它们圣诞节的系列 这个色号是784 我记得它们圣诞节系列的 这个唇釉呢有出两个颜色 一个是比较裸色偏橘一点 那这个它是 看起来很红 它上上来就是 如果你是涂比较饱和的话 就是这么红 那我是叠在唇中间 把它稍微晕开 所以是会比较没有那么饱和 那我是用这个颜色叠在这个打底色上面 我觉得还蛮好看的 所以先跟大家就是讲一下说 今天用的比较特别的一些彩妆一面 大家会问然后我可能没有记下来 我就忘记了这样 那如果大家对 焦兰的这个轻螺感触控七点粉底有兴趣 或者是你们喜欢我脸上的这个妆容 其实我是蛮喜欢的 我觉得这个妆 妆感我超满意的 好那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 或者是喜欢这个妆容的话 就继续看下去啰 那我现在已经上完 Benefit的泽泽撑起毛孔隐形露 还有它的Stayfloor list的妆棒 就是我每一个底妆测试 或者是我每天上妆 在底妆之前我一定会上这两个 那接着我就要直接来上今天的 胶蓝气垫 它算是比较塑胶感的材质 但是我觉得以它这样子的设计看起来 其实是蛮简单大方的 所以我很喜欢 打开之后它也是一样会有一面镜子 然后一个粉铺 它的粉铺是完全是两面都是黑色的 中间一样有一个黑色缎带 上面是他们娇懒的 硬牌的名称这样子 然后它的 哦它的那个粉铺摸起来其实蛮厚的 也很软 等一下我再上在脸上试试看 就是这个粉铺的感觉怎么样 那它这里就是会有一个 完全密封的封膜 这一圈 它是一个直接把它贴起来的 那我现在就把它撕下来 撕下来就会看到它的那个气孔的部分 它是柜姐是跟我说要用按压的方式 哦好 那它压一下的量大概就是这样子 好美哦 好可爱哦 就是会把它的粉体都透过这些小气孔释放出来 那我现在就直接用它这个粉铺来上妆 那我就先上左半边脸的部分 我左半边脸现在就是最近真的睡得不太好 所以我这里有一颗痘痘 那蛮明显的 鼻子这边跟右脸颊边边这边都各有一个小痘疤 那我就直接沾 沾上来好可爱哦 它刚好就是一个小花朵的感觉 它有一个香味 但是可以接受 不会很浓 它粉铺拍上来算还OK 就是正常不难用的那种 我自己感觉到它遮瑕好像还不错 因为我上上来之后 感觉毛孔就瞬间隐形了 这边 然后我再压一下 上痘疤 就是有痘痘这边的部分 我觉得如果以敷况还不错的时候 其实可能就是单上一层就可以了 我现在看也觉得不会厚粉 就是很清透很清薄的感觉 然后我两家今天是完全没有上任何的妆前保湿产品 所以也可以测试看看这一款保湿程度是怎么样 那现在上完半边脸的妆感是这样 我很喜欢耶 我觉得它的妆效看起来好好哦 就是上上去呢 可以明显的看到它这边 跟我的脖子几乎是没有什么色差 然后呢 它遮毛孔的效果我觉得还不错 不是那种很厚的遮盖过去 是那种很自然很清透的妆感 可是却把我的就是一些毛孔遮得蛮好的 然后这个痘疤呢我刚刚其实就是有多盖一层 但我觉得它不算那么完全的遮盖掉 所以如果你是比较在意遮瑕的话 可能就是要另外遮瑕 但是因为其实我不太在意 然后可以看到就是 可能左右两边看起来 不会觉得我左脸有上妆 不会觉得这边脸是有上妆 可是比较起来的话 就会觉得这边的整个敷况很完美 然后右边就是还是会有一些小瑕疵啊 然后暗沉的部分 所以它这一款其实就真的很轻薄 然后保湿也蛮好的 再来就是它摸起来呢 嗯 是稍微有一点点湿润的感觉 但不到黏膩 就是我这样摸不会黏膩 不算很清爽啦 就是还是摸得到它那种保湿的感觉 但我觉得还OK 然后我先把右半边脸上完 好那现在我已经上完全脸的部分了 我现在看的话我是觉得 它遮瑕效果其实真的没有那么的完全 但是它真的可以把你的一些脊肤的小瑕疵 像我的毛孔啊或者是一些暗沉 遮的我觉得有七八成啦 然后像如果你会比较在意黑眼圈 或者是一些其他部分豆疤的遮瑕的话 可能就是你要另外再做遮瑕 不过我目前是 我很喜欢这个妆感 我觉得超级自然又清透 可是又可以把我的一些小问题 调整得还不错 所以我还蛮喜欢 然后我现在看的话 透过镜头我是觉得 它有一个自然的光感 就不算是很强烈的光泽 就比较偏微雾光 自然的微雾光的感觉 今天我做实测的时间有点晚 但原则上应该还是可以做到 大概八个小时左右的实测吧 因为我今天就是临时要出门 所以想说那不然就趁今天 趁这个机会要出门来 化个妆然后顺便做这款的实测 那现在的时间蛮晚的 现在已经是下午的五点二十四分了 那我现在就是先去做一个简单的定妆 那原则上我简单的定妆就是 我只上T字 就是我容易出油的部分 少一些蜜粉 然后上完全妆 晚一点再跟大家up link 现在的时间是晚上的11点34分 也就是我戴的这个妆 已经有大概六个小时左右的时间 然后我今天出去的一趟 那今天晚上 因为我是晚上才出去的嘛 所以天气大概就是 外面可能23、24度吧 算是就是一般入秋的天气 然后因为天气就凉凉的 所以我觉得我好像也没有什么出油的情况 我现在这样看是 它有一点点油光 但是这个油光不是很明显 我觉得透过镜头看好像也还好 然后可能刚刚 因为我去吃饭 所以嘴巴这附近的妆已经有一点点脱掉 但是其他都还ok 然后毛孔这边啊 整个妆感都还蛮完整的 那我现在鼻子这边有一点点出油 所以我要用卫生纸把油光先稍微洗掉 然后我真的很喜欢这个妆感 我不会形容它那种感觉 像是一般我自己会喜欢的妆感是 比较自然清透的那种地妆 其实现在气垫粉笔真的越做越好 就像我最近比较常用就是GA的 就是George Armani他们家的气垫粉笔 我觉得它不管是在上妆完 或者是你出去一整天然后补妆 它那感觉都是很像零妆感 但是这个呢我觉得娇蓝的蛮特别的 它就是除了让你没有妆感之外呢 它会让你的肌肤看起来比较透亮 就像是你虽然素颜 可是你的肌肤的状况是很好的 很难去形容这两者之间的差别 但我觉得在我脸上啊 或者是我自己感觉到的那个妆感 是不太一样的 所以我现在是觉得 我还蛮喜欢娇蓝的这一款气垫粉底 我也突然明白为什么娇蓝的粉底 会一直这么有名这样 嗯我现在是六个小时嘛 我可能可以再整个两三个小时 再跟大家做最后的更新 还有最后的总结 那我就晚一点再跟大家做更新 现在离上一次的更新 大概又过了两三个小时 所以我就想直接跟大家做结论了 那现在再过两三个小时之后 它其实还是有一些些微的出油 所以我还是会用面纸稍微把油光压一下 我觉得吸完油光之后 其实差不多吧 就感觉还是跟刚上完妆过几个小时 是没有什么差别的 然后整个妆感呢 还是一样很轻薄透亮 没有暗沉的感觉 那我就想要直接来跟大家做 这一款娇蓝的 轻螺感触控气垫粉底的结论 那首先讲它的优点 嗯它的优点因为它是那个 轻螺感系列的 像它们的粉底液就是有分很多系列嘛 那轻螺感这个系列它们强调的就是 底妆要很自然清透 然后比较保湿 那我觉得以自然清透跟保湿这两个来说呢 如果有五颗星的话 我会给它4.5颗星 就是我会给它很高的评价 因为我觉得它的妆感真的是没话讲 再来以保湿力来讲 因为现在天气就是慢慢的乳球变冷了 我今天是在没有上任何的 保湿型的妆前打底之下 使用这一款加兰的气垫粉底 我觉得它保湿效果也很好 那再来是遮瑕力的部分 其实我一直都不是很在乎遮瑕的人 我觉得这一款它至少有做到基本的 它遮毛孔的效果还不错 那其他像一些痘疤或是有暗沉的部分 可能就是要另外的做其他的遮瑕 会比较好一点 那如果你是喜欢就是自然妆感的 稍微有一点点瑕疵 就是比方说你不是追求那么无瑕的底妆的话 我觉得这一款会是很好的选择 再来是它的价格的方面呢 像YSL那一款好像是 我记得没错是2200 GA的话是最贵是2500 然后这个胶兰的话是2050 那我觉得以这三个品牌来讲 CP值比较高我觉得 相较之下我觉得胶兰这一款算是好用 然后价格又比较亲民一点点的 所以以上呢就是我做这一款胶兰的轻螺感触控气垫粉底的一个 first impression跟一些我的一些心得 那希望这个实测可以让大家做一点小小的参考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不要忘记给我一个赞 也不要忘记订阅我的频道还有追踪我的Instagram还有粉丝专页 那我下次见 拜拜